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與你分享 SS Family 我們家有兩個寶貝都在讀幼稚園 不知道各位媽媽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樣 其實睡袋在幼兒園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需要去在乎的一件事情 如何選擇一個適合孩子 又好睡又安心的睡袋呢 看看我的分享吧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套寶貝呢 是來自知眠家族 他們家呢 哇 源自於1997年耶 就很致力於包含所有的枕頭啊 棉被啊 床單啊 然後呢今天我要來跟大家推薦的是 我自己真的也非常非常喜歡的兒童睡袋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花色 我選擇給行行的呢 這個是星際探險 選擇可以吃飽的呢 這個是音樂狐狸 都是他們自己挑的喲 我現在打開來喲 好 我們現在打開來喲 我們把它拉鍊打開 拉鍊很好拉耶 打開來之後呢 它是可以看這麼大的 然後把剛剛的枕頭 放進去這邊 這邊有個套子 我們要放進去 哇 它的可愛小枕頭就做好了 哇 它的可愛小枕頭就做好了 哇 它的可愛小枕頭就做好了 我們就把它這樣子弄過去 這樣就是一個可愛的睡袋喲 這媽媽新買給我的睡袋 我起來兮兮兮兮兮好舒服呀 好像媽媽天天在學校肥著我一樣 而且圖案都好可愛喲 是我喜歡的卡通造型喲 哇 這個真的很彈性透氣耶 親膚性一定很不錯喲 這樣小寶貝他們在學校也可以 安心的睡個午覺 哈哈 這個睡袋呢 它是SGS檢驗合格的不含有毒物質 而且它是雙頭拉鍊 你看這邊有兩個拉鍊 所以其實它真的很透氣又很方便喔 使用上非常的便利 它也算是一個房梯的設計 然後一體成型 非常好摺疊收納 只要摺一摺就可以放進剛剛的袋子裡面囉 這幾年呢 知眠家族他們真的很用心經營台灣的市場喔 而且他們也進軍了國際喔 最重要的是他們是Made in Taiwan 無論是品質或是服務 都很受大家的肯定喔 他們在花色還有觸感上也都做了升級 非常可愛漂亮適合小朋友呢 一個好的睡袋呢 其實我們如何去保存它 清洗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喔 它在這邊呢 設計了一個非常隱形的拉鍊 我們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裡面的內膽設計 它裡面這個棉花這一塊呢 其實是如果你要做清洗的話 是建議在一個不太刺激的陽光下做曝曬就可以了 不要整個放到洗衣機裡面洗喔 它只有外面這個表皮是可以洗的喔 這邊還有一個很貼心的設計喔 你看它這邊有個綁帶 讓小朋友在睡覺的時候不會 因為這樣扭按鈕去扭按鈕去 然後就移動它 所以我覺得整個清洗上面也是很方便的 如果你們家的小朋友呢 是已經有睡袋的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基本上準備個一兩個兩三個來替換是很重要的喔 如果還沒有買睡袋的話也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呢這個是冬夏兩用的睡袋 它在冬天夏天它都很適合 它不悶熱很透氣 而且它雙頭拉鍊設計 小朋友的小角角還可以放到外面去喔 還可以自己偷偷留個小洞呢 小朋友喜歡媽媽送給你們的睡袋嗎 喜歡 好漂亮喔 快開學了 有需要的媽咪趕快上知眠家族尋找唷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是與你分享SS Family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給我們按個讚留言分享囉 謝謝大家 掰掰